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对捷运的支持 无论大小的活动或设施 现在多考虑我们到 在捷运的系统里面来建制 这点是我非常感谢 那高雄捷运 通车一年来 那我们的营运的状况 应该是日趋的稳定 我们运量也在慢慢增加当中 但是呢还需要时间 我们也非常努力来让 整个高雄的民众来接受我们捷运 那以今天我们在 中央公园来办这个启动仪式 事实上就代表很大的意义 中央公园退川 是我们高雄非常重要的一个地标 也是一个非常具有特色的车站 中央公园我们看到外面 绿意昂然 这是我们民众 是非常喜爱的一个 散步活动的一个地点 中央公园的车站的设计 是国际型 非常有特色 所以我们的民众 也可以搭捷运来这边享受我们建筑之本 我们的水井步步 我相信很多的民众 也在这边留下美丽的牵引 我们在通车之后 我们这一个车站 我们更开辟的热舞的空间 大家可以看到 我们这个目前通道的 摆置了很多的镜子 就是让我们年轻朋友们 可以利用这个空间来练习街舞 我们也鼓励朋友 年轻的朋友 还有很多街头艺人 可以在我们的空间里面 把他们的才艺 把他们的活力摆进出来 而今天更可贵的是 我们启用了这个无人的图书馆 也是希望我们所有的民众 在大城捷运 在匆匆的脚步之余 能够静下来 借本书 能够沉浸他们的心灵 我想这就是我们捷运所发挥的功能 这也是我们捷运的生活体验 我们希望做到捷运生活化 也就是在我们匆忙的角度当中 我们能够一点一滴的 把我们的生活充实起来 我想这是我们未来高中捷运 带给我们民众对答的一个讲宴 我们捷运生活化 生活捷运化 那今天我们非常高兴有这样的一个开始 我们希望未来有更多的这个博物馆 能够逐步的建置起来 让我们的民众把我们跃得的习惯 把我们心灵的提升逐步向上 今天最后我们也希望我们所有的民众 能够天天搭捷运 搭捷运 看世运 也祝大家健康环保 谢谢 所以我们现在算是国内第一台 我们要看看它的使用情况 如果使用良好 我们市民有这样的破绝的需要 我们会再考虑再增设 有的民众建议在高铁上 带着书本去旅行 去台北出差 台中出差 在高铁上就可以阅读 那回来阅读完就可以还书 所以一日生活圈 一日阅读圈的概念 我想未来也可以实现 那管理人是政府的那种工作吗 在实用上因为大家都不熟悉 是 你有没有特别要顾免民众助 实用上我们希望就是说 一卡通借书买通 那希望他能够先跟我们登录 那登录的话很方便 就直接可以作为借书证 所以如果说他有遗失的话 一定要跟我们图书馆做一下确认 所以他的这个一卡通借书 免得被人家冒用 不过我们捷运图书馆 还方便就是说要输入密码 密码一般都是出生年纪 或是之前可以设定 所以还有一道保密的一个关卡 所以不担心 但是他到各方的借书 如果有遗失的话 还是要跟我们 所以要报备 这样会比较更容易 确保他的借书安全 感谢观看